這場疫情終將會過去 但是中國也將為之付出 極為沉重的代價 那疫情過去了 是不是就意味著勝利了呢 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就是勝利 如何來看待 這場疫情戰勝以後的勝利 因為你今天躲過了一場 毀滅生命的災難 但並不一定是 就是你的一個體制的 你一個極權的勝利 我不這麼認為 因為前面的網友嘉賓都講了 如果說你這一次不認識到 由於人禍帶來的 這個體制上的問題 那麼接下去沒多久 第二場災難又會出現 好的 所以我認為真正的勝利是 要建立一種體制 好的 要贏得中國改革的再次來臨